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以前的时候 都是跟着您学买菜 学做饭 做一大桌子菜 等人徐医生回来吃 一等就是一下午 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 这是您第一次 专门请我吃饭 我特别珍惜 怎么能空着手来呢 以后你想吃你就跟我说 我随时给你做 吃饭吧 好 徐阿姨 就咱们两个人 哪吃得了这么多呀 你说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伤心难过 多吃一点不不 那拿起筷子 来 鸡蛋 吃 您也吃啊 您最近都瘦了 我没事 来来来 徐阿姨 好吃 好吃 好吃吧 多吃 恰恰 你是个好孩子 我当初在病房 看到你照顾你爸爸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孝子 所以说 对父母好的人心肠一定不会坏 我这次 把你找家里来啊 我说话就不绕弯子了啊 我做医生的家属呢 这么多年 我对医患关系还有医疗纠纷 我非常地敏感 当初 是你 求清风做你爸爸风险 这么大的手术 我是非常担心的 但是 我看到你一个女孩子 千里迢迢地带着你爸爸 来到这个城市做手术 我觉得你孝心感动了我 另外我还是觉得呢 你一个人特别不容易 我特别心疼你 你 这么说吧 当初做你爸爸这个手术 我们其实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都明白 薛阿姨 您是好人 俏俏 老婆 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你伤心难过 你可以来找阿姨 跟阿姨说 阿姨一定好好地劝你 好好地安慰你 但是你不能把气 撒到清风身上啊 他是全力以赴 救治你爸爸的呀 可我爸 死在了她的手术台上 死在了她的手术台上 俏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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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钻牛角尖 这个手术啊是有风险的 一句有风险 你不能钻牛角尖 就可以随便治死人 您去买东西给您个残刺品 您都不愿意 更何况这是一条人命 俏俏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事故还在调查当中呢 对吧 你爸爸因什么原因大出血 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呢 对不对俏俏 你怎么能跟医院管委会的人说 是徐清风追求你不成 他故意不救你爸爸的呢 事情不是这样的呀 是我 要让你们认识 我儿子还不同意 你怎么能陷害清风呢 我没有诬陷任何人啊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证的 你 你不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啊 真的是我 是我要撮合你们 对吧 你不能倒打一盘 那我不成了农夫 你不成了蛇了吗 我爸没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完了 您就觉得徐清风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好 俏俏 你说吧 有什么条件 才能放过清风 其实 想解决这事很简单 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立刻撤回投诉 什么条件 让我做徐家的儿媳妇 你 我 你 你是 你说什么 好 徐阿姨 我妈妈去世得早 现在爸爸又死了 奶奶因为这个事也中了风 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不乐观 撑不了太久 因为徐清风 我马上就要成为孤儿了 除了嫁到你们家好好照顾我 你们还能怎么补偿我呀 可是 可是这个 这要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您不是说特别喜欢我吗 您放心 等我进了门 我一定把您当亲妈一样 好好孝敬您 伺候您 我也会好好照顾清风的 以前的事咱也不提了 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 缘分断了 怎么 觉得我配不上您儿子 嘴上说喜欢我 心里却又瞧不起我 对吗 蓝俏俏 你 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第一 医者父母心 徐清风绝不会害人 第二 我根本没有看不起你呀 如果我是那样的话 我就不会接纳你当初 我更不会把你带到家里来 是吧 你伤心难共 我特别理解 但是你不能陷害 真正想当你的人哪 徐老师 您今天要是来教训我的 我看这顿饭就算了吧 等您想明白了 欢迎随时来找我 还有啊 我做志愿者的时候 听说调解员都有录音的习惯 今天您也录音了吧 不是 悄悄我 美 美 美 您现在心里很乱 有病乱投医 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您也应该清楚 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录音 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 今天震音 怕是白露了 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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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不好你看 我 我认你做我的干女儿 我一定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对待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 你来找我 我保证我全心全意地给你解决 真的我说到做到的 我当干女儿行 当儿媳妇就不行 谁说不是看不起我 徐阿姨 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其他的免贪 俏俏 俏俏啊你你 你心里很清楚 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接受你做我的儿媳妇呢 儿媳清风怎么可能跟你结婚呢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是等价交换很公平 不结婚 他的前途就没了 你 你这何必呢你 你这 好好好 就算啊 就算我同意你跟清风结婚 可是你们根本没有感情啊 你这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 意义可大了 要是结了婚 我就不用在这个城市飘着了 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大医院的名医太太了 您不知道 刚来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一下火车 我就想 这儿的楼怎么那么高呀 这儿的车怎么这么多呀 这儿的人怎么这么有钱呀 那些白领 每天早上喝着三四十块钱一杯的咖啡 吃着一两百块的早午餐 身上怎么着 也得有件上万块的名牌 休息日的时候 要么去东区看画展 要么去西区感受艺术 一个个嘴上嚷嚷着穷 嚷嚷着有压力 可是一顿饭呢 就随随便便地能花掉几百上千块 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压力呀 同样都是人 我爸 我爸 连看病的救命钱都没有 乔乔 你听我说啊 你不能因为这个心理不平衡 知道吗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好多年轻人在这个城市 都在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奋斗 努力地奋斗 你们在这儿有房有车有户口 你们的努力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们的奋斗是锦上添花 可我呢 我做的所有努力 我的奋斗我的目标 仅仅仅是让我爸爸活着 仅仅是活着 这个要求不高啊 我不怕吃苦我可以努力 可就算我拼尽全力 我还是救不了我爸 我还是赤手空全地来 一无所有地走 所以我想明白了 要想过得好 就要在这里扎根 要想改变阶级 就找个当地人结婚 徐清风这么好的条件 我要是错过了 那我不装傻子了 不装傻子 你不能这么机器 你不能管为自己想知道吗 我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 把你请到家里来吃饭呢 是我也刚刚知道 清风在网上平台上 有一千五百个病人 手术的一月 本应该明天上午 第一台手术 就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如果不手术的话 就活不了几个月了 你知道吗 清风老跟我说 妈妈呀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努力地 救活每一个病人呢 是因为每一个病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 焦急等待的家庭 每一个病人 都是别人的父亲母亲 都是别人的子女 都是别人的爱人 所以救活了这个病人 就等于给了这个家庭希望 当初清风救你爸爸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 也是这样想的 可我爸爸死了 瞧瞧 你不能指望 大夫是神仙知道吗 你不能指望 他百分之百地救活每一个病人 你也不能说 因为你爸爸的手术失败了 你就让成百伤千的人 没了希望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陷害清风 他的生意全都毁坏了 真的这比杀他还难受呢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毁了他 我可以不告他 你们答应我的条件 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是活菩萨 你们普渡众生 那请你们也度一度我 好吗 瞧瞧 这样啊 除了结婚 除了结婚这件事情 你什么条件 你什么要求我都满足 我真的 我求求你 你放了清风吧 你放了清风吧 他不能因为救人 自己反而被害啊 我才是被害的那个 是他害死了我爸 是他害了我全家 我的要求就是结婚 除此之外 什么也补偿不了我 薛阿姨 您儿子的事 不都是您一手包办的吗 只要您答应 我相信 这事一定能成 背心 乱俏俏 我答应你 结婚 绝不可能 我们家不受你的威胁 徐清风就算做不成医生 也不会答应你的荒芋要求 我 更不会让你利用清风 达到你的贪欲 好 我爸爸的死 我会追究到底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回家 我的徐医生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谈恋爱到现在一次都没接过你 从今天开始 我把之前没做到的都捕回来 那你之前不是忙吗 这个不会是送给我的吧 是送你的 是送你的 也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给女生送花 第几次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 这样送了吗 进了 来 上菜 来 箱子 对了 我给你妈买了一些香薰 可以安神 还有一些香料 她可以煲汤用 谢谢你 雨晴 我妈肯定会喜欢她 跟我就别说气了 她最近因为你的事情 情绪不太好 我觉得 咱们俩有时间 就多陪陪她吧 之前我妈那么对你 你还那么包容 雨晴 真的要谢心理 怎么又说谢呀 我也不是包容 那这不是你妈妈吗 我也不向你为难 你真好 你真好 你好 我才好 对了 调查组看了手术室里的监控录像 我的整个手术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但为什么我会大出血 还没有找到原因 别着急 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啊 这段时间 我希望能继续制定救人 所以 请进 请进 清风 怎么了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啊 清风啊 停职是暂时的 一定要相信组织 我知道 官院长 我找您是想咨询一个事 您说 我刚才路过专家栏 看您的简历 您参加过非洲的医疗援助项目啊 是啊 我也想去当志愿者 您能帮我跟非洲那边联系一下吗 现在是调查取证的关键时刻 您要去非洲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相信组织 一定能调查清楚 还我个清白 那 那 那你妈妈跟雨晴会同意吗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支持我的 好 我现在就跟你联系那边的预约 好 谢谢高一达 妈 这些都是雨晴 从泰国给您买过来的 你看 香薰 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还有这些香料 可以煲汤 你想着用啊 我越想啊 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 我做调节工作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自己看人一看一个准 我怎么在你的事情上 我就犯糊涂呢 我大错特错 我隐朗入室 妈 您别这么想 这事会过去的 可是高建凌说 你的执照吊销了 你就是再考试 那以后 任何大医院都不敢要你了 自己 别这么说 我在哪儿工作都可以 其实我就是想 能治病救人 所以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我想去非洲 参加医疗援助 你要去哪儿 非洲 非洲 我的天啊 那么远啊 你 你去多长时间呀 一个月吧 去那么长时间 我不行 不行 我 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我得照顾你 你看我 你看我 我 我忘了 我这一朝即位 我又忘了 我仔细想了 我错了 我真的 我错了 儿子 以后你的事情我不能管了 我放手 我给你空间 你所有的决定我都支持 我支持你儿子 谢谢妈 你不恨妈妈吗 说的是不乖 我 你是什么 你 您放心 清风去非洲的这一个月 我只要有空 我就来拜您 谢谢雨晴 就是我做的没清风做的好吃 您尝尝啊 妈 快 这任务吃 看着就香 那真好 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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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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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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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快快 削这个 削这个 你看 在我的直转下赢了吧 听明白 嘞嘞 这冰果削削削是真好玩 好玩吧 给我玩玩呗 下一关 下一关 爸 这一关我先给他过了 那行行行 你也别玩了 我问你啊 这房子过户的事 现在什么情况 我二姐的男朋友出了点事 他现在焦头烂额的 根本顾不上我 不过房子肯定跑不了 就是早一天晚两天的事 主要是我们被你这二姐 都框了好几次了 我这心里头都有阴影了都 爸 您放心 关雨晴要是敢妨碍我们 关家传宗接代 我爸肯定饶不了他 那就好 我爸 天都这么晚了 咱那利润怎么还没到啊 对啊 爸 您别急啊 我问问 大致 大致 今儿的利润哪 怎么还没到账啊 爸 您 我上个厕所啊 走 来 哥们 不是吧 我这老张还等着收钱呢 哥们 我这账处理呢 要不你先把钱转给我 我先转给你岳父 回头给你补上 省得让老爷家担心 行吧行吧 你赶紧的啊 等着呢这都 不挂了 去 我这个 两千块的利润到账了 你的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收到了 来 来 我跟你说 这炒鞋这事啊 真是个好事 是是是 他终于实现了我 躺在家里头就可以收钱的这种 终极梦想 爸 我觉得那房子那事 我还得回去催催 我不放心 要不这么着您看 这么晚了 要不我先送您回家 行 天这么晚了估计也没生意了 走吧 行 不 哥们儿 不是说好了给我转账的吗 怎么到现在都不转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我到你公司楼下了 赶紧下来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请关键 我搞事情 郭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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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郭大志 李七零一的人都跑了 我们已经报警了 我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解决问题 对 他 不能那些限量版出协呢 哪有什么协 没有协 他就是骗子 我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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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主先跟总的 然后确认一下这个交流 我帮你查 警察同志 您不是像我这种情况 钱您要回来吗 这个得等到找到嫌疑人之后 我现在知道 那有什么时候抓到人 这也给不了你准确的时间 您这边 我说你 您就等通知 我们会进行警察办案 你当然耗着 也只会影响我们警察办公 好吧 放心 谢谢 一会儿大家填个表 大家疯狂 保护 我root 保护 我们都接受了 路通过来来来 对对对 它这个 它这个是最大的 大致 我喊你一声智哥 你说你都要跑路了 居然还让我把车给抵押了 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兄弟 你坑谁都行 你不能坑我呀 兄弟 咱这样行吗 你把钱还我 你还一半就行 咱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看行吗 我去 你爱是人吗你 三 Pont 妈 来 雷雷 回来了 爸 你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不会有什么事了吧 没事 真的吧 你这眼神 你这表情 不像是没什么事的 爸 其实有事 就是 就是房子过户的事 你也知道的吧 你那二姐又出什么妖蛾子了吧 他又反悔了 没没没 他没反悔 就是上回这事没办成 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这詹西拉得太长了 这心累 疲倦 爸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回房屋睡 行行行 那你歇着去吧 你那天晚上 我一晓手 认识 我还给这些您的 我还是不过 你自己的地理 要够的 现在是在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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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多云姐 我有一朋友 是做新媒体公司的 他看到你之前的文章 非常感兴趣 想跟你谈一谈 之后签约的事情 真的吗 太好了 这一旦签约 可能每天都得发布新的文章 一天都不能中断 你这以后休息的时间 可就越来越少了 没问题 这个我能保证 对我来说 有个平台很重要 行 那我把他的微信 推给你 好的 我会提前准备的 拜拜 拜拜 秦峰啊 那边的救援医院 都联系好了吧 联系好了 把机票也订好了 后天就走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万事都要小心哪 我知道 您今天找我是 蓝栓柱的事情 这是公布给调查组的 监控视频资料 不能带走 所以我让你在这儿看一看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好 这是手术前一天晚上 这是手术前一天晚上 你知道蓝俏俏给病人吃什么了吗 不知道啊 怎么还吃东西 按照医嘱术前不能随便吃东西 我这就让负责蓝栓柱病房的护士 过来看一下 韵夜 高院长 我们俩是负责一到五号病房的 手术前一天蓝俏俏给他爸爸 喂了一些汤水 你们知道喂的是什么吗 应该就是一些流食 吃饭时间以外呢 晚上七点多左右 这 没太注意 你们先回去吧 好 那我们走了 高院长 再见 看起来 真的要好好查一查 蓝俏俏到底给他爸爸吃的是什么呀 我也想知道 高好还有点时间 我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好 你去吧 有了结果及时通知我 你去吧 好了 到了老大那是这儿 就这儿是吧 谢谢大爷啊 不客气 来 谢谢 有人在家吗 你先喝碗汤吧 这煲汤的材料呀 是我从老家专门带过来的 里面有三七枸杞 当归 红参 特别补 我经常炖给我爸喝 你也尝尝 三七公用 活血化育 改善血液粘稠度 改善微血管 恢复血管壁弹性 扩张血管 蓝奶奶 您怎么了 你干什么 你奶奶她怎么了 托你的福 我爸没了 奶奶受了刺激 中锋了 对不起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 你爸住院时候的一些细节 徐清风 是你害死的我爸 你还有脸来找我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出去 我也很想弄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你爸死亡的 查来查去 你不就是想推卸责任吗 不敢承认是你的错 怕给你一把刀的 招牌上抹黑 不是吗 手术的前一天 你给你爸喝过什么 关你什么事 这很重要 我记得你说过 你经常给你爸煲汤 里边会放一些中药 你有没有放过 奶奶 奶奶 别放他 奶奶 是不是爸奶奶 没事啊 奶奶 没事啊 奶奶 来 来 来喝口水 没事啊 没事啊 你满意了吧 你不是要查吗 你不是要查吗 不是要问吗 不是要说吗 不是要说吗 说呀 又不说了是吧 我说你就滚 滚 我告诉你 徐江峰 除非你能让我爸活过来 我都跟你没完 你就把我做比较当医生来 滚 你 滚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爸 爸 爸 妈 开门啊 你在不在家呀 爸 喂 我可等着你电话了 我问你 大致这两天去没去你们酒吧 不行 这人你必须给我找着 必须要给我找着 我那钱你先不说 你只要是我老丈人那钱 他要知道他赔了这么多 他得跟我玩命他要 妈就喜欢你这帽子 特好看 关雨晴 可算让我逮着了吧 我是什么逮着 我没跑 干吗 你再说你没跑 在防卧小达门口 你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那天我不是说吗 我有事 这样好不好 明天一早 我再去一趟行吧 不行 你明天又跑了怎么办 你要真有诚意 你今天就跟我把事办了 走 走 放手 你先松手 松手 你姐都答应明天跟你去了 别耍脾气了 行吧 是啊 现在天这么晚了 你去了人也关门了呀 不理他 我们走 等会儿还有一小时呢 还有一小时来得及 你等一下 走 走 你一定要今天就去办好吗 对 就今天 必须今天 理由呢 我信不过你 信不过我 我告诉你 我还信不过你呢 你是不是闯什么祸了 我闯什么祸了 你别废话啊 来不及了 你先走又走 你什么来不及 你先走不走 走不走 走不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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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峰 晴峰 你干嘛呀 徐晴峰 你还没过门呢 这我们关家的事 你凭什么插手啊你 就凭我是你姐的男朋友 是她未来的老公 炒茶是吧 你能不能 你这动手的毛病 能不能改改 别闹了 我跟你说啊 刚才你姐已经答应了我 全都听见了 你干嘛非得今天要办呢 是啊 爸 妈 你们偏心雅是吧 自从有了她 你们就开始向着关雨晴 你们考虑过自己儿子吗 我不明白这儿子跟女婿 到底谁是亲生的呀 爸 你不爱我了吗 你 你 你